各位 虽然我知道很多朋友啊 希望我趁热打铁 继续聊聊游戏的话题 但是呢 按照规划 咱们今天啊 要做有话说了 要来聊点啊 具备现实意义的话题 人呢 有的时候不能太过自信 否则容易产生误判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啊 这两天到处打电话 问别人要不要运动防护装备 又打电话问我 说少红 你要不要 我这多得不得了 我给你寄一点 我说你怎么回事啊 现在去寄生委上班了吗 怎么就到处送这个 他说其实不是 他预判啊 他今年要交一个女朋友 所以在年初的时候呢 囤了很多 结果放着放着都快过期了 这个女朋友啊 还是没交到 平时左手换右手 感觉这东西也不能浪费 所以只好去送人 你看 这就是属于典型的迷之自信 其实在心理学上 有这么一个说法 叫做达克效应 这是一种典型的认知偏差 就是能力差的人呢 往往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能力差 因为他的认知水平不够 所以呢 反而常常高估自己 同时因为他无法对别人的能力 做出正确的判断 所以我们在现实中会看到有一些人 完全没本事 但却觉得自己天下第一 其他人都是250 对吧 这种情况是有的 这样的人确实存在 可是要我说 我觉得比例是不高的 更多的情况是什么呢 是大部分人都是反攻自省的 都是清醒而自知的 甚至啊 常常因为过分的自省 以及遇到的一些挫折 而使得自己的自信心 越来越糟糕 陷入到一种非常差的状态之中去 比如说啊 咱们这回不举朋友的例子 就说说我的例子 想做一个新节目 那么做了之后呢 有的时候效果就不好 哎呦 自己反省 哪里出了问题 哪里需要调整 自信满满的 这个全情的投入啊 做了调整 又放了一期 哎 不怎么着啊 哎呦 这个自信心 就受了一点点小挫折 但是没关系 咱们是成年人 没有那么容易 就怎么遭受打击 就一蹶不振 继续调整 继续做 哇 还是不行啊 怎么又努力调整之后 比上一回更差了 这个自信心就进一步的 遭受到挫折 你别说一点影响都没有 任何人在经历连续的失败 连续的不如意的时候 一定多少内心都会产生动摇 所以OK 再调整 再改进 再做 越来越差 那后来干脆觉得 哇 自暴自弃 烦不了了 随便乱聊吧 又随便做一期 哎 结果这一期播放反而最高 这个你觉得就是心情好了吗 没有 你心情会更差 为什么呢 就表示你一直以来 你认为的那套判断的标准 是无效的 就是你觉得啊 应该是如何如何 完全按照你的想法背道而驰 所以呢 你等于又遭受了一次挫折 然后你的自信心就进一步的受挫 而正常人啊 注意是一个正常人 当然有那种心理能力特别强的大心脏 还有那种250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过心的啊 可是大部分的正常人在你连续经历挫折之后 你的自信心必然会受到影响 然后对自己的能力 对自己的所有东西产生怀疑 这个呢 叫做赛里格曼效应 赛里格曼效应啊 在现实中是非常常见的 一个朋友啊 其实长得挺好看 这个自身条件也不错 去相亲 相亲了第一次 没沉 觉得OK 这个很正常 哪有一次就沉的呢 第二次又没沉 哎 这就有点怀疑了 是不是我自个儿有问题啊 照照镜子一看 挺帅啊 晚上这个擦拭一番 挺管用啊 看看工作 收入水平也不错 单位也很好 没事 没事 大概是这两个不合适 又继续去相亲 相了第三回 觉得那个也不错 又没有看上你 哎呦 你就开始难免要产生这个挫折心理啊 然后说 那我这一次降低一点标准 再去相亲一次 总成了吧 这一次人也 没看上你 其实这就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你就是因为相亲相个十次二十次相到合适的很正常啊 这又不是罗斯钉对罗斯帽啊拧进去就算成 对不对 这咱们不是一个进进出出的问题 这还要投远远 这还要其他的都合适呢 对吧 所以第四次也没成 然后转完了 陷入填入塞里格曼效应了 怎么能觉得 哇 看来是我自个不行吧 要不然怎么找四回都看不上我啊 这概率得多低啊 然后再让你去相亲不去了 不敢去了 不去相亲当然就更找不着对象啊 在马路上到哪找朋友 给我个电话吧 这不是这回事啊 这东西加微信慢慢聊 你看找不着对象 找不着你就更加觉得 哦那对 就是因为我条件不好 所以我找不着对象 其实呢 他的条件是很优秀的 只不过也许他比较内向 只不过也许他没有碰到对的人 可是他已经陷入到一种塞里格曼效应 自己的信心防线完全崩掉了 同样的 很多事情不如意太正常了 比如说你这个做小买卖 说卖个馄饨 哎卖个馄饨呢 头两天卖的挺不错 第三天给城管抓了 哎没卖起来 OK那不卖小 不卖馄饨了 我来找个店铺 找个店铺呢 又陷入到一种这个奇怪的效应 就是你可能选址没选对 旁边几家呢 品质没你好 卖的都比你便宜 但是劣币居足良弊 把你的给打垮了 哎呦 又完全陷入自信心的这个崩溃 陷入到塞里格曼效应 哎呦 我怎么做两次生意都不行 我做不了这个东西吧 哎呦 这怎么办 我这上班吧 就我上班呢 你看 因为你的自信心也崩了 到上班的时候又谨小顺悲的 该你做的事也做不好了 就完全就越来越差 对吧 这不是强者越强 不是马太效应 这就越来越糟 所以塞里格曼是生活中 很多抑郁啊 失忆啊 甚至一些社会问题的产生的根源 因为有些人是这样 他明明各方面挺优秀的 但他陷入到塞里格曼之后呢 塞里格曼效应之后 他产生了严重的自我怀疑和自我崩溃 甚至就开始走极端了 产生社会问题 这个都有可能的 所以在现实中 我们纵然明白塞里格曼效应的存在 但是在你连续遭受挫折之后 你是不是就一定能够正确的面对 这个未必可以做到 那怎么去避免呢 怎么去让自己不要陷入到这种塞里格曼效应之中去 如果咱们今天光介绍这个不说解决方案 那不等于跟没说一样吗 是不是 医生看病啊 我告诉你啊 这个是什么什么病 你问医生 那怎么治 医生说 这我不管 我就告诉你是什么病 反正你时间不多了 你看 这能当医生吗 这肯定是不可以的 哪怕安慰也得说几句 是吧 所以我来给大家上点安慰剂 怎么避免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避免失败 但是这个呢 就等于没说 所以如果陷入到连续的失忆和挫折之中 如何避免自己进入到塞里格曼效应 最关键的事情 就是你要认清楚你连续失败的根源 比如说咱们做节目 做了几期连续都是觉得很用心 但是不OK 那么究竟是你不行 还是其他的原因 你要搞清楚 真是自己不行 咱们趁早别干这行 如果是 比如说风格的问题 比如说是平台的问题 比如说是包装的问题 可能是很多问题 你层层认清 能解决就解决 不能解决呢 咱们转换思路 对吧 又说像刚才相亲的问题 你要搞清楚 你自己的条件究竟是不好 还是你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你看社会中卫水准 你是不是达到了中卫的标准 以及你接触的对象 是不是 比如说 你这个工作好 条件好 刚才说了 什么都挺好 可是有一问题 是什么呢 你皮肤黑 可是你相亲那些人 你就看人都喜欢白的人 那看不上你太正常了 你要找一个爱理逵的人 早把你这包回家去了 是吗 所以这个你要弄清楚 你产生这种连续挫折和失败的根源 在什么地方 自己能力不行 有可能 那么我们就要找适合自己的战场 如果是没有碰到合适的对象 是对方的问题 那你就考虑转换去接触的对象 这个狠人范德彪不是说过吗 我这个人很优秀啊 你跟我处 慢慢处 能处呢 就处 处的有问题 在自己身上找原因 不是我的问题 对吧 所以当然这是玩笑 可是我想说的就是 如果你面临着连续的挫折和失败的时候 请你先不要去完全的怀疑自己 而是全面的去认清你失败的根源 或者你现在不如意的根源 只有弄清楚这个东西 你才能改善现有的状况 才能够从赛里格曼效应中走出来 或者避免这样效应的产生 为什么和大家聊这样的话题 因为其实我啊 就常常的遇到各种各样的挫折 大家如果购买过我的创业故事就知道 我从来做过那么多生意 显有成功的 稍微中间有点不错的呢 又后来判断失误 又功亏一篑 对吧 做节目也是啊 做过很多 大家想 听过的都有多少了 一开始的游戏公民大会 游戏今日谈 还做过每天一个冷知识 还做过朝花夕时 那个读书节目 还做过这个互动评书 我当时以为这个互动评书能火啊 一定能出圈啊 结果呢 是吧 做过太多了 可是其中真正能起来的 也就那么一两个 绝大多数时候都是失败的 失败不可怕 可怕的是因为失败而对自己的根基产生动摇和怀疑 不是说自己一点问题都没有 但是你不能够因为 比如说我做节目是因为我长得太丑 那OK 这个我们要搞明白是因为长得丑 而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 对吧 不是全面否定这个人 那为什么女的这个观众比较少 就是因为我开车太多啊 那你就要理解是这个原因 要么你接受 要么你去改变 但你不能全面否认自己啊 当然刚才那两个都是笑话 我长得这么帅 而且一本正经 从来不开车 我只是给大家举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啊 在现实生活中 需要面对挫折的时候 搞清楚是为什么避免陷入这种沉沦的状态 好 这个话题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啊 难得也给大家灌灌鸡汤 接下来灌完鸡汤就要卖鸡汤 就得开始做广告啊 还是我的淘宝店 这个大闸蟹啊 最后一批了 大概到24 5号就没有啊 所以想买的朋友赶紧买 除了这个之外呢 当然还有我的批判临时包 这个临时包啊 这个给力啊 这个就不多说 总之啊 谢谢大家的收听啊 也谢谢大家的捧场 咱们下期再见